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3月我是計劃了拍一條BRAND FOCUS影片 自己心想是會有Little Stardust 第二集 或者是加丹尼爾 因為不知道拍誰好 就讓你們決定放上IG story做個小投票 最後加丹以2% 輕輕贏了小星層一個馬備 我想因為他們最近有生日慶有些優惠 大家都覺得是入手好時機 所以很想知道我對加丹尼爾產品的一些用後感 因為手頭上是有30多款 一集絕對說不完 所以那段分成兩集 變成了加丹特輯的週末 今天就會主打說了我自己的Top 10選項 然後明天就會繼續說 其他我用過的產品的一些用後感 如果來到有興趣 想知道加丹尼爾的一些產品 有些什麼是必入手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這就是我精選出來 10樣最喜歡用的加丹尼爾產品 分享之前不如先說一點背景 因為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沒買過 甚至乎沒聽過這個品牌 加丹尼爾是一個台灣護膚品牌 香港沒有任何門市 如果你要買的話 就要去台灣官網 用台幣結算 用信用卡去買了 有一個小小有趣的分享 就是每次我用中銀信用卡 都過不了數 都是SYSTEMERROR的 就要轉其他銀行 如果你有這個情況的話 你就不要繼續試 不如轉另外一張信用卡 然後它是可以寄來香港的 用信封速遞 物流都很快的 正常情況下沒有缺貨沒有預購產品 應該三至四天就已經送到手上了 抽夠三千五百元台幣就會免運費 抽不夠的話 運費就會是大約五十元港幣 我自己對於加丹尼爾的感覺 就是CP值高 他們的產品圍繞著都是八至二百元左右 絕對是小資女可以入手的品牌 而且不會將貨就價 很多產品用起來都有驚喜的感覺 是我很喜歡的品牌 經常推介大家 亦都因為這個原因才有動力去拍brand focus 因為這麼多產品 又要做筆記又要試很久 其實都蠻辛苦的 所以不可以整天 和不是每個品牌 都會令到我很想拍一條brand focus 今天我就首先由最最最喜歡的產品 跟大家介紹了 因為經常都出現的 應該都耳熟能長的 年度最愛都有上榜的水感輕透防曬型魚 這個我真的非常喜歡它的質地 它是很輕透 很輕身沒有負擔感 一推開之後 你會看到很水潤的 而且極快吸收 不會黏黏黏 不會油膩黏 是我很喜歡的一個防曬 它是SPF50PA4個家 聞起來有淡淡的草拌香味 然後有一點薄荷的清涼感 從來沒有跟我任何底妝打架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夏天用 是很舒服的一個防曬 喜歡的程度 我是有兩支後備在家 它的價錢是約85元左右 現在生日慶好像是七折買三支 圍回130元有這個效果 完全無話可說 因為經常分享 我就不說那麼多了 大家自己感受一下 然後提起加單的必入之選 還有它們的面膜 我最喜歡就是這兩款 龍膽液復活抗老面膜是乾肌之選 我自己覺得它的保濕度是最好的 還有積雪草修復面膜是它們的王牌 敷起來很舒服 任何膚質的人都適用 我喜歡的原因就是以這個價錢來說 大約15元塊 如果撞症有優惠還可以便宜一點 它的質地是很薄貼 很舒服的 不會硬斑斑 還有它的精華是足夠的 承載量也很好 你可以感覺到自己的皮膚 有足夠的精華可以吸收 不會太水流流 好像膚水一樣 所以我是無限回購的 特別是這兩款 真的買完又買買完又買 這個這麼誇張的存貨量 又可以證明到我有多喜歡加單的面膜 它們這麼多款我都試過 最喜歡就是剛才所介紹的積雪草和龍膽葉 其他的話 金盞花這一款都OK的 但是我會更加喜歡它們的Gel Mask 一會兒會分享的 它的保濕效果沒有剛才那兩款那麼高 然後玫瑰這一款我喜歡它的味道 但是淨白的效果就不是太過顯著了 稻米這一款很中規中矩 我會配搭一些美白精華去用 當作一個揮揮面膜的用法 然後這個是卯單筋兩眼乳霜面膜 裡面是cream狀的 不是透明的Gel狀 我就覺得太過滋潤了 然後杏仁酸這一款 我是很少敷的 因為通常我都會用杏仁酸的精華 配搭保濕面膜多一點 很少會敷人酸的面膜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回購的話 最喜歡就是積雪草和龍膽葉 另外還有一款武器手 叫做蘑菇平衡淨膚黑面膜 身邊很多朋友喜歡的 因為他們覺得敷完之後 改善到毛孔問題 不過自己就沒有毛孔粗大 用完之後沒有什麼感覺 就沒有回購到了 加單除了paper mask之外 他們還有出到生物纖維面膜 總共有四款 雪涌花舒緩修復生物纖維面膜 這一款的滋潤度會高一點 冬天用是挺適合的 但是現在天氣 我會覺得比較適合 用這一款秋葵保濕緊緻生物纖維面膜 然後新出的這一款 是不是獨朝鮮界亮白生物纖維面膜 我最近敷完之後 覺得即時亮白的效果不錯 還有這一款燕蜜彈潤緊實生物纖維面膜 都是新出的 這個昨天剛剛敷完之後 我就覺得不太感覺到緊緻 但是它的滋潤度不錯 它的膠狀是很緊貼過肌膚的 但是剪裁方面 就跟我的面型不太合 有一點敷上去就會滑下來 但是它不會中間繼續滑 它滑一點之後就會貼住了 所以在這一點方面 我會喜歡paper mask多一點 接下來就是剛才提及過 比起金盞花paper mask我會更加喜歡的這一款 金盞花舒緩動膜 它的質地是很挺身的gel狀 稍微推開它 有一點冰冰涼涼的感覺 好像啫喱一樣 它的香味是非常之舒服 特別針對戶外活動員 走完山遊完水做完運動 讓你敷它是很爽的 熱烈烈的面珠燈 敷了它之後慢慢降溫 那種舒緩的感覺是非常非常之好 所以除了剛才這一支之外 我也是有存貨在家裡 因為夏天的時候 經常性都會用到它 而且你一抹就會感受到 皮膚會變得很柔軟很滑滑滑滑 還有保濕感也是不錯的 分享完面膜就到這一支了 大家在IG story或者影片都看過它的蹤影 就是直水角蛋白調理洗髮 它是空瓶器的常客 用過無數支 大妝這個又剛剛用完 要開支新 為什麼這麼喜歡用它 就是清潔力夠強 我洗頭第一步一定會先用它 因為很想頭上有什麼 髒的殘餘物 或是平時髮油 或者是我用一些鎖式洗頭水 殘餘在頭皮上 都可以清潔得很好 但如果你要找一些滋潤型 保濕型的洗頭水 它不適合你的 它是絕手的一類 它洗完之後 頭皮會有一陣薄荷的清涼感 吹頭的時候都感覺到 不會熱到整個人出汗 我是蠻喜歡的 所以就要看看你喜不喜歡 以及追不追求一個 洗完頭之後有一種很乾淨的感覺 不是每個人都會喜歡這種絕手感 但是我自己就不介意 滋潤和保濕我會留給Hair Mask去做 但是清潔來說 用過很多隻 我最後都是回到這個身邊 然後下一個是 紅茶酵母修復精華箱 之前在晚霜片都有分享過 我覺得它是CP值非常之高 可以比美很多中價的晚霜 滋潤度很好 然後又不會黏黏或者很焗身 如果你是乾淨輕熟的 剛剛踏入25、6歲 想試一下滋潤型可以鎖碎的晚霜 這個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比起平常用的day cream 它的確是油潤一點 厚度高一點 但是冬天或者你冷氣地方 夏天開冷氣的時候用 它是很適合的 所以又是除了我手上這一瓶之外 我也有存貨在這裡 裡面是有一瓶新的 而說到輕熟年紀 就不可以不提黃金海草緊緻緩光油 這一款Facial Oil的收穫效果 剛剛好可以彌補到紅茶霜的小小不足 它真的很舒服 完全不會很油膩 也很容易吸收到的油 吸收了之後 它會有微微的光澤感 但不是很厲害的油光 也不會黏黏黏的 我用紙巾印上去 你會看到是馬上掉下來 不會黏著皮膚的 所以質地方面 大家都不需要擔心 然後我覺得最佳拍檔 你塗完這個紅茶霜 然後再折一噴的 換光油 你搓開它 印上去 那個補水效果 晚上收穫的效果 是非常之不錯的 然後下一件 就是金骨活蘭卸妝型霜 這個是卸妝膏 買的時候還會附送膠棒和一塊布 紋芯這塊布是不親膚的 有少少鞋 所以就不特別講它了 我們主要講它的卸妝膏 這一款我用到第二瓶的了 它的卸妝膏 你看起來很挺身 但是一搓開 立即化成油 不需要預熱 不需要搓很久 比其它的卸妝膏 真的容易用很多 方便快捷好用 我用所有的彩妝 甚至防水睫毛膏 擦兩擦就已經下到 不會眼蒙 亦都不會劫眼 我自己是非常之喜歡的 但是它推開真的比較油 如果你是混合肌油肌 經常生暗瘡的皮膚 或者不喜歡卸妝油質地的朋友 這個就可能不適合了 它推開的時候 用手是比較難清洗的 真的為什麼會給你一塊布 是有原因的 但是我很喜歡它的快速卸妝 真的抹兩抹 什麼都卸掉 是很方便 然後第八樣是 鼠尾槽舒緩保濕噴霧 我現在要用一用 你會看到噴出來很小 很霧化 其實NG了很多次 頭已經噴到一次 洗頭那麼濕 但是妝還在 所以這款妝前妝後都可以噴 妝後噴更加貼膚 你看到粉底完全不會因為濕了一塊塊 反而是會更加貼服的感覺 它沒有水珠 當然我噴了這麼多次 表面上好像很濕 但是一會兒說說一下 你會看到它已經吸收了 這一款的味道是很舒服 薯尾槽的香味 不是草青味 是很舒緩 很放鬆的感覺 還有噴完吸收完之後 皮膚有一個很漂亮的光澤感 你看額頭和面盒這裡 不是油光來的 真的是它帶來的光澤 然後下一個就是齊藍全校修護霜 這一款手霜 我是有一點經驗的 因為一開始覺得它這麼挺身 推開出來不太好 有點厚 怎麼辦 好像太過滋潤 第一次初開之後 我是不喜歡的 糟了 油膩膩搞不定 怎麼辦 但是過了一兩分鐘之後 吸收完整件事都改觀了 它的修護效果好 滋潤度不錯的 分量不需要多之餘 持久到好 真的大半天 就算洗完手都好 不需要補的 用一至兩次就夠了 我是長期放在手袋 接著擠給朋友用 全部都很喜歡 一人買了一支 它的味道呢 不是typical那些花香 果香 反而是有一種很清新的草本香味 這個就見仁見智了 我自己不抗拒 但就不會覺得 嘩好香啊不行啊 要不停索 沒有這種感覺 純粹是一個滋潤度夠 持久度夠 非常之不錯的一個手袋 來到最後一樣 是一支Toner 它的名字叫金盞花舒緩平衡液 質地是絕對流質絕對水狀的 它不是那種用完之後 即時很驚喜 哇一聲的產品 反而慢慢用越來越喜歡 密密地我用到第三支 沒理由不放在Top10 早上用來濕敷的 水又平衡做得好 保濕度剛剛好 不會有負擔感 亦都不會跟之後的精華和面霜打架 所以我用它是非常之安心 完全不會有過敏的情況出現 如果你是油肌混合肌 可以用它做Toner 如果跟我一樣都是乾肌的話 可以試一下濕敷 是非常之舒服的一個產品 放在家裡 我不會覺得它很重要 但每次用完它沒有它之後 我又忍不住默默地帶它回來 所以放在Top10 當之無愧 如果你是追求一個 即時看到效果 很有感的產品 它給不到你 但如果你說慢慢用去改善皮膚 令皮膚很平穩的話 這個是做到的 以上就是十樣我精挑細選出來 最喜歡用的加丹尼爾產品 希望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其他產品的用後感會在下集分享 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最近他們生日慶 有很多優惠 大家都很想買 但不知道買什麼好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 很想買東西的你 你你你和你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錄的商品和星期日的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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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影片內容 請在這裏影片內容